毛孔粗大原因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张子希 闲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皮肤性病科 主治医师 其实毛孔粗大的原因也非常简单 和黑头脑和搓疮和闭合性的粉刺 都非常非常类似的 它们是属于一系列的问题 那么毛孔粗大最根本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你的皮脂线分泌旺盛 你需要毛孔张开 帮你疏通这个皮脂线 帮它排出来 所以毛孔就会增大 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 您的毛孔有一点点堵塞 形成了局部的脚栓 那你就可以看到了粉刺 或者是黑头白头粉刺都会出现的 毛孔粗大之后呢 您就可以进行一些酸性的护肤品的使用 或者是到医院进行一个裹酸的矿敷 对您的毛孔粗大都是有改善的 皮脂分泌旺盛 也是有非常多种刺激因素的 比方说熬夜啊 或者是您的经期前后 都有可能皮脂分泌旺盛 那么熊激素的作用 也会刺激您的皮脂分泌旺盛 那么这个时候 您可以进行一些抗熊的治疗 让您的皮脂分泌稍微减少一点 毛孔可能就会得到一个改善 当然在外用的酸性和一些抗熊治疗之后 您的毛孔没有改善的情况下 您就可以进行光电的治疗 那么墙脉冲光 飞波托的点阵 甚至是点阵激光 它对您的毛孔 都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治疗作用 另外随着年龄的增长 面部的衰老出现 还会出现一种下垂型的 长型的这种松弛型的毛孔粗大 那么这种情况 您除了可以做二氧化碳的点阵激光 让您的毛孔进行一个收缩 让您的皮肤进行一个年轻化的再生 那么热马肌和热拉提 对于毛孔的改善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因为它可以刺激您阻止的深层 让您的整个的面部的下垂得到一个改善 那么松弛型的毛孔粗大也同时会跟着改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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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